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日的开市感到 我是鄭潤文Michelle 首先和大家跟进 歐美股市隔晚的收市表现 5月28日是美国的阵亡仗市 纪念日美股休市 我们来看看欧洲股市收市情况 而英国就是因为春季假期 银行假日优势 欧洲其他股市方面 意大利股市大幅波动 收市跌超过2% 跌至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银行股的沽压最大 意大利总统否决由五星运动 和北方联盟提议的 而欧派经济部长人选 两党决定放弃筹组联合政府 预料到将导致提早大选 市场忧虑重新选举可能导致 反建制政党取得更大支持 增加意大利退出欧盟的机会 弗兰克福德X指数 收市就报在12,863点 跌74点 跌0.6% 巴黎克指数 收市就报5,508点 跌33点 亦跌0.6% 看看商品期货情况 国际油价继续下跌 消息人士称 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正在初商增加供应 包括寻求每日供应增加100万桶 而美国的产油月量 亦未见放缓的迹象 纽约其油收市部 每桶66.47美元跌1.41美元 中段曾触及6周低位 伦敦博兰德旗油收市部 每桶75.32美元跌1.12美元 中段曾跌至3周低位 由于美国和英国假期 旗油的交投淡静 看看金价 外围金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 受到美元上升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团队 已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 重现夏月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的希望 虽缓市场对黄金的避险需求 纽约6月期今 收市部在每桶市1,298.2美元跌5.5美元 跌0.4% 现货金就报在1,298美元水平 看看汇价 欧元汇价下跌 意大利政局不明朗 有可能在下半年再次大选 投资者忧虑反建制政党 获得更大支持 有可能影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步伐不离欧元表现 港元对美元买入价 日元109.21 欧元1.1623 英镑1.3308 瑞士法郎0.9934 加元1.2990 澳元0.7545 纽元0.6940 美国各副债券息率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跌在2.93 30年期债券息率跌在3.09 今部环节 邀请Ralphi和我们来看看欧美股市表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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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比較主導美股的 反而看回自己 可能是美朝峰會 又或者是貿易因素的 會比較重一點 當然不是說歐洲政局 對美股沒有影響 但是始終歐洲政局 其實這幾年不斷發生 甚至乎其實影響的 可能當地會是明顯多一點 而且剛才看到一點 其實這幾年不斷發生 你特別看到昨天晚上 譬如意大利那邊 政局其實亂了多一段時間 變相昨天 雖然你說股債也叫做雙煞 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說特別的股市跌幅 不是說太誇張 對比以前 早幾年開始 初初有這些 譬如歐債 或者當地局勢不穩 那些跌幅來看 其實都相當少了 所以我覺得也是那句 大家經歷了時間 這麼久的洗禮 其實負面情緒 對股市來說就越來越少 但當然 實際當地的局勢是亂的 這個也會有少少不確定性 或者不明亮的因素 可能影響整個後市 譬如歐股 或者美股的去向 但是剛才提到怎樣 如果美股另一個 比較重要的去提 我覺得真的可能 那個美朝峰會 因為前一陣子 譬如上星期尾 說了不見之後 美股又是跌了 雖然跌幅都沒有之前那麼大 但是之後又再說 好像又是代表去北韓 又說了各樣的事情 而另一邊是去新加坡 那些事情 又有少少彈上來 現在似乎又樂觀一點 但是最新的消息 就說到可能 除了美朝峰會之外 都會加上 南韓那邊的文在寅 所以有機會是三方會談 然後要看最終的結果是怎樣走 但如果出來的情況 都是比較好一點的正面結果 其實我相信 美股未必會太差 但是有機會就是 因為剛才提到 譬如歐洲又亂一些 而美國這個因素 也暫時要先看著 所以有機會 可能短期 例如今晚 你說美國回來 可能會比較波動 一些 但是你說急插的可能性 現在來說 就不是那麼大 除非突然間又是不見面 而令大家對那個 會談因素 甚至乎歐洲局勢兩樣 加在一起 可能會負面一點 但是最終節約會都會見 其實就不會說 對美股太利膽 所以我覺得暫時 有機會讓它繼續波動和反覆 但是大插的機會性 現在來說 就未算太大 好了 不用那麼擔心 又看看港股 港股其實昨天彈了200點 但成交很小 只有840億 其實最近都真的很小 無論是中港股市 都是小成交和上落市 31日又是星期四 期指結算日 大家好像都預計 資金觀望多些 應該都難些 有一個大的成交出來 見到港股今天早上回來 都是更加時段跌145點 現在其實 其實剛才看到期指跌過200多點 現在最新跌少了 跌169點到30621這個位置 金轉好像現在慢慢向下挫 但都是上落 會不會跌穿三晚這個位置 怕不怕這件事 當然之前 其實自己看過時 偏淡一點 但其實你說去到這一刻 當然我覺得 反過來說 又不是完全不淡 但說真的 沒有之前那麼負面 我覺得未必會很明顯 急插著 至少短期來說 反過來不急插 但向上彈 又沒有太多空間 因為我們所說的 成交不大 所以變相昨天上升 8028點左右 昨天都說過 沒有指標性 就是成交那麼低 所以明顯地有機會 暫時 可能都是叫上落市為主 我覺得可能發上去去先走 只要看哪一邊 可能有個 比如升穿 或者跌穿 而到時來說 成交突然放大 可能那個方向才明顯些 如果成交一天都不是特別多些的時候 其實這些上落率 不是特別大的一個方向性 雖然這樣說 有機會都繼續在三萬 三萬一 這個一千點區間 可能是上落著先 因為始終暫時看的 有機會都偏多些 又或者反過來說 特別在這一刻 市場的特別影響 港股因素 又不是那麼多 很多都是之後要看的地方 雖然現在大家的觀望 心態會比較重 比如觀望 正如剛才說的外衛 也說到 比如歐洲局勢的發展 當然在這一刻 未至於很拖累港股 但如果突然間很差 這也會影響整個投資的氣氛 而以來當然最主要 就是美潮那邊的會晤 又或者是中美貿易的因素 究竟如何走下去 這些都是要看的情況 甚至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令港股 叫做比較多的方向 起碼過這幾天 一來過了明天期結 二來可能過了 譬如未來的MSCI檢討 或者貴檢檢討 即是真是生效 甚至乎A股入魔這些因素 可能下星期初回來 譬如去到六月份初回來 才會方向性明顯一點 不奇怪 所以有機會在這幾天 可能都會在一千點區間 雜幅上落為主 方向性暫時不是那麼多 所以如果上面來說 三萬一 你已經看到有機會 可能會試一試上去 但上去成交都不大 或者不是特別多 可能又會整固下來 下面來計三萬點 我覺得暫時又不會怎麼穿著 因為始終暫時市的沽壓 很多時候又不是特別重 因為成交都不大 也沒有特別多貨要沽 所以有機會暫時在這區間上落 其實成交不大 中廣股市都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Ravi之前都說到 好像年中這些時間 應該打到水緊 所以就很難有很大的成交 在那裡奔上去 又說一下北水 因為其實現在這樣的成交 很多時候你真的要看北水流向是怎樣 看到北水其實就是 但是三日正流出的 但是昨天好像有一點點流入 但是很奇怪 買石藥、海鑼和中石化 不同於以前 是的 一來不同以前 二來其實我是想問 其實看到最近油股又跌得這麼厲害 就是萬華油價跌 但是為什麼又會買中石化 當然其實有一點特別的 一來的取向和以往真的幾不同 可能以往真的比較主要買的 就是騰訊 是 或者譬如健康 這些浪人股為主 現在變成沽了 是的 這些反而是沽出 近期我的說法 可能是在為來內地 譬如CDL 或者個人的Polo 那些錢回去先 那面上可能偶爾選這些 叫做比較個別 可能又不是叫小的 但是叫異線一點 他們起好的股份去買 而另一邊商 始終近日譬如石藥這些 更加不用說 就是熱炒板塊 熱炒股份 所以他們都跟著小去買 很正常 但是你說中石化 為什麼都會去保存一下 因為幾件事 一來可能他們都記得到 近日開始 油價都下降得多 正常地去想 當油價下降 變相對中石化 特別股價的受惠程度相對會多些 始終比較質重下油多些 雖然上油都有 但是下油都會明顯多些 這是第一個影響因素 而以來幾關就是近日的新政 就是天氣政策那樣 雖然你說比較直接 可能中石油會多些 但是其實中石化都有一些 上油天氣的業務 需要可能兩樣因素加起來 令他們都選中石化會多些 而且以中線來說 中石化會比中石油和中海油 多一個概念就是 它會想分拆業務上市 其實都說了很久 當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 但是有這些取向 所以形成中石化 可能因為分裂一層加加慢慢 有一些北水就叫做追下去 但是始終我自己這樣說 如果給我這一刻要選 其實昨天都說過 如果真是三通油來講 短線要去追 我反而覺得中石油是直播性大一些 一來相對 另外剛才說 例如三八六八八三來講落後 二來如果你真的focus近期 剛才提到天氣的新政來計 真是中石油會最受惠 因為整個上油天氣市場 濃斷了七成的供應 所以我覺得它會多炒作一點 所以短期去追逐 我寧願選一隻中石油 比中石化會更加優勝一點 好了 但是其實看到昨天北水 因為昨天中石油升很多 北水也有少少套現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回來 看到中石油也有少少的升幅 今天又說一下 因為最近除了這個醫藥板塊很熱 還有教育股也是很熱 今天又多一隻教育的新股上市 1598 21世紀教育 它本身就是超額應扣107.6倍 一手總簽率是60% 而招股價是1.13% 暗盤來說 一手賺660至690元 賺到兩成這樣 這隻其實好像比較小 就是做補習社 這隻又看不見過呢 有少少不同 近期炒的教育股 或者自己比較喜歡的個別教育股 在內地真的做學校 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隻就叫做補習 有些不同的形式 當然那個需求都大 但是始終我覺得有少少不同 就未必完全可能很受惠到內地的政策 因為之前講解了教育行業 因為特別去年9月份開始有個開放學費調整的政策 但是你說這隻來講究竟可不可以受惠到呢 當然我不敢說完全受惠不到 但是我覺得就未必有那些那麼直接 所以基本因素上講 我覺得就未真是算太好的 再加上 當然你說這一兩日可能上市 好像譬如之前有了成峰 有些的炒作其實不出現 因為再加上你本身是小隻 你又小隻又超過過百倍 其實相對都有些的炒作空間 所以短線的炒作會有 但是如果中線來講 特別是可能是想持久一點的 看好這個行業的 其實這隻就一向都不是一個好手選 所以你說中到的 可能頭一兩日 特別你看到今天來講 其實現在都越升越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多一點 可能多一點 可能過九樓上 如果能夠去到過九樓上這些位 其實的幅度很多 因為上市是1.13 到時來算可以考慮先吃一吃壺 最新現在是1.76 但如果沒有的就沒有這些 沒有就這隻反而一般 因為如果我寧願選其他 教育股會好一點 好啊好啊 時間也差不多 和Rafi談到這裏 上述提及過的股份有沒有時候呢 當然沒有時候 稍後再有更多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1299.43美元 買出價1299.72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6.4773美元 買出價16.5024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